这是河里大鸡的海鲜汇饼 大鸡得去买海鲜是吧 嗯 如果没有海鲜怎么办 就有 你这里可以直接从你这做吗 嗯 我在国有罚了 还有 只有蛤蜊和肉是吧 到时候再买点其他的 你这边给加点蛤蜊和肉 嗯 可以的 刚锅的三倍肉怎么卖 28 28是吧 来 来半斤吧 来 15块钱的 好 来 加5块 小墨鱼宝宝 15吧 没什么块钱 15啊 来 10块钱的 10块钱的 对对 10块钱的 15块钱的这个虾 15块钱的 对对对 这加15块钱 我们海鲜汇饼加15块钱虾 这个10个 挡植螃蟹 我这脚呢 我这脚呢就买了大15 老板 我们海鲜买回来了怎么弄 放哪 我给你洗洗 拿来洗洗是吧 对 洗海鲜 大姐在这边给再加工海鲜啊 送你到做我的了 整整应该有小两个小时了 我们是三个人 三十块钱加工费 先炒肉 好 再过你了啊 感觉做自己的格外的香 我们在玻璃大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吉 锅里大吉 看先汇总啊 整个全场最火爆的美食 还可以改达这个火头的烟火器 哇塞 超棒啊 不然一定是这样问好菜工 这天气度是不愉快的不错 哇塞 哇塞 这火苗 海鲜是锅里面 靠不进 这火苗根本让人靠不进 放上酱油 这火苗 在锅里面 好 放上海鲜 我们买的是鲍鱼 螃蟹 虾 还有这个小墨鱼 还有扇贝 这个小墨鱼 待会煮一煮 整个锅里面会是黑的 会变成黑色的汤汁 因为墨鱼汁会被煮出来 看一下 鲍鱼 墨鱼 小墨鱼 虾 肉 鲜蟹 这所有的在锅里面 这里放上碎 三个人是不是 三个人 三个人 看我们的黑锅了 汤汁已经煮的黑黑的了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小墨鱼 我们买了半斤小墨鱼 加上这个饼 再接着炖 有西班牙这个墨鱼汁废饭的感觉 我们这是慧饼 然后加上葱花香菜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